老闆娘 这是我们送你的 孙女为了患有糖尿病的阿嬷 培育出健康的甜心糙米 其富民养心的笑心感动天地 特宽慈讲乙之鼓励 这个就很有意义啊 我觉得 我们真的来的时候 阿嬷我想你 很爱你 我们真的来的时候有被你的故事感动到 也因为你的笑心才可以研发出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你哭比较好看 你们好 你们好 哇 来来来来 我们前面请 这是小老板娘 小老板 可以理一下你们的关系吗 我的朋友之前是在建议填埋管理 所以请来帮我做填埋的规划 我们三个是20年的 也是合伙人 认识那么久 为什么啊 当兵 所以当兵认识这段缘分 然后你是在福利社站柜台的 在卖病的 卖病 肤长 你看他们的肤色 你觉得他们有没有夏天 没有 它只是粉叉比较白 你不要这样 对 有啊 我们会去观察农民在座的状况 希望农民能够荣耀不要乱下 因为这是对消费者一个保障 因为以前可能没有这样去做规划 东西出起来品质会比较参差不起 对不对 人家还销售到国外去 对不对 刚好有这个机缘来 那个美国 加州 加州 他们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在美国加州的华人 你知道多想念这片土地的味道 真的是这样 所以他们应该也是来台湾 找了很多家的米 一定会去问嘛 一定要找品质 最后就选中了他们 我们以前这边有十几间的粘米工厂 现在剩我们一间 所以米厂是老板的阿公那一代 阿公那一代 传下来到现在 只有你接吗 只有我接 那其他人为什么不接 因为倒书了 他抢你了 老板说从阿公那一代 就传到现在 对 我们有自己的甜 会试着去再种一些特殊品种 还有特殊品种 我们有出一款甜心糙米 我们这一只糙米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我阿嬷是糖尿病患者 他不能吃白米 身上值是太高 我们就想 如果可以引发一只糖尿病患者 喜欢吃的糙米 可以造福这个社会 欸谷长 台湾糖尿病的人口 确实是蛮高的喔 你看喔 通常大概四个人里面会有一个 你现在 糖尿病患者他们生病 其实会引起很多的病发生 这是最恐怖的地方 你又让他不吃米饭 他可能真的受不了 所以你才去研发这个叫甜心糙米 这个过程特别的波折 我们第一年就遇到台风 全军覆没 然后 这么多大的 我们一开始的器座面积 两三夹 两三夹 那个很大 很少啦很少 因为想说两三夹 吃够了啦 先用两三夹试试 除非外面还有很多阿嬷 那要问我阿公啊 那最后阿嬷吃完阿嬷说什么 我们经过好几期 在最后一期那一年 产量非常的好 可是 在六月 收割完成的时候 阿嬷四月走了 阿嬷连一科都没吃到 啊 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阿嬷 嗯嗯嗯嗯 对 不然你说我妈妈 她每天都在吃糙米 如果吃他们家的糙米 这种心力研发出来的一定是更健康 那时候就是 培养出这样的一个产品之后呢 阿嬷也没办法吃到 所以我们就把它送去 Elise的IDTY 那是干嘛的 嗯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 比赛车比赛还要刺激啦 就跟全世界的食材一起 竞争 就像好像米其林餐厅 他也只有三星 二星一星 那我们是不小心拿到了三星 哦 当时去比利时餐展的时候 是谁上去领奖的 我们都没去 那个时候因为 还是在防疫的时候 所以 没有办法 那如果上台领奖 你会讲什么 我就不知道怎么讲 不知道怎么讲 就是说 我赢了 这个米得到比利时这个殊荣 你有什么想讲的 对 我最想要讲的一句话就是 阿嬷 你有看到吗 这是为你做的 一句话就够 阿嬷一定知道 嗯 其实我们的人生 肯定会有很多的遗憾 然后那些遗憾可能是 回不去了 这个单向人生嘛 就是不肯逆的人生 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当然就会有很多遗憾 你刚刚是在念你单向人生的歌词吗 对对对 因为我也想不到要讲什么 把歌词拿来套用一下 其实老板娘刚有一个概念 真的一直感动我 她说阿嬷虽然吃不到 但是台湾还有很多的阿嬷 对 嗯 这句话真的是触动我们的心 真的 好棒 真的阿嬷怎么会交出那么棒的 好传心 我刚刚说的阿嬷是我娘家的阿嬷 我是阿嬷 所以你用你老公的米厂 然后做米给你的阿嬷 我利用了我老公的阿嬷 做一个孝顺的事情 那我们还要送的东西给老板娘 谢永来 送什么来 这我们公司的帅哥 他是个演员不是地长先生 老板娘这是我们送你的 孙女为了患有糖尿病的阿嬷 培育出健康的甜心糙米 其负米养心的笑形感动天地 特番词讲乙之鼓励 你看这是米的形状耶 顾掌你有注意到吗 有阿 这个就很有意义阿 我觉得 我们真的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来的时候 有被你的故事感动到 又看到小高那么认真 在推广这件事情 相信网友一定会来支持你们 好的东西一定要推广给大家知道 对 也因为你是孝心 才可以研发出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很有心嘛 很有心 谢谢 谢谢 那有什么想讲的 真的好好讲 我想要说的就是 糖尿病患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饮食常常受到控制 尤其是米饭 我在这里希望所有的糖尿病患者 能够因为这一支产品 让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最后我想要说一句 阿嬷我想你很爱你 很棒 真的 阿嬷 他做到了 对 做到了 谢谢阿嬷 让大家有这个米可以吃 是 阿嬷叫什么名字 可以跟大家讲吗 阿嬷的方名叫 沈如儿 我有甜心烧米 是因为沈如儿女士 谢谢 以后吃的米 心里要怎么样 感谢沈如儿 还有乖巧的孙女 那我们节目最后来 有没有好可爱 帮助于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